原來你和卓海就在這裡見面 又濕又多蚊,你竟然喜歡這裡 你不喜歡可以轉地方 薛Sir打電話給我 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的手機 我去聽你的安排 你想在哪裡見面,哪裡見 我這個必要 這裡開車沒空,怕 乘車要走半小時 交通不方便,人又不多 上這裡吧 真是跟卓Sir說的一模一樣 他說關於我的事嗎 我沒有,還是說你單身 優秀,是我的好上司那麼好 對了,卓Sir的太太怎麼樣 卓太的肝炎引致肝難化 產生終病發症,情況也很樂觀 要盡快找到合適的肝臟,進行移植 卓Sir,可惜我身分問題 我不會担病 希望我會帶步我濫過 你又不是醫生,血液又不對 你也不會幫得到他太太 不如你專心做好你的事 破案,抓人,就可以探望他們 如果真的不幸,等不及的話 你也可以在他們的墳前鞠躬 Madam出去說話是比較直接 她的意思是想安慰 麻煩你替我回來做人話 怎麼樣?關於韓建議的案件 你們倆有什麼要替我回報? 我有事要投訴 作為我的上司 你為什麼不把爆屍是UC的身分 跟我說,還要我去查一下他 你知不知道浪費了我和手足 多少精神和時間 Pandala是沒有義務 把所有資料告訴他的手足 但是有義務保護他的手下 爆屍是UC的身分 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那就是你不相信我? 為什麼你不覺得我更加順利呢? 你沒有全部的資料 但是你也完成了我給你的任務 好像你找到診所的非法活動 甚至乎找到爆屍的真正身分 我很滿意 這次讓我來翻譯 Madam G的意思就是在稱讚你 對了 對了,韓建義已經和克內恩談戀訊 以後這群富豪 會以豪華旅行團的身分 下來了香港 安排他們在醫療工場上 採用移植手術 現在只要等一群工體復檢員 就會定時日子送到醫療工場 那真的不是醫院了,那真的在哪裡? 是嗎? 那保密不讓任何人知道,我還在調查 不如我混進做工體調查 我趁下班的時候 在醫療中心部電腦做手腳 改個名單,把我的名字換進去 你也不知道這次任務有多危險 不是開玩笑嗎? 我沒開玩笑 就是因為這次任務很危險 不可以有一絲的差錯 才更加需要多一頓幫忙 你想走出線的計劃? 是嗎? 我不想有另一個豬膳 我很明白你的感受 但是我不是豬膳 況且我已經進去假裝作業 為什麼不順勢走多一步? 中了我犯罪 我不想這些深光平廢神 被人吐出來 豬膳之所以失敗被殺 是因為日黑警洩密 既然我們知道黑警的身分 我有信心保護阿丹 是 我們要找一群公體出來 又要收集罪證 多點人手,好點 就這樣決定 老闆喜歡他出名高智偉 況且他是你的管理員 我不覺得你應該質疑他的決定 我收回了醫療中心的電腦 把我自己的名字加上他的公體名單 相信他的手下很快就會來抓我 讓醫生安排好,我們就會送你去手術室了 謝謝你,姑娘 你放心,我會一直在手術室門口陪你 卓先生、卓太太,真不好意思 剛才有捐贈者說需要多一點考慮 所以今天的手術唯有取消 卓太太太,你休息一下吧 他明明答應了,為何要考慮 卓先生,你冷靜點 你應該尊重鑽贈者的意願 他絕對有權在任何時候改變主意 你應該尊重鑽贈者的意願 不要緊,娟哥很大件事 人家的考慮也是正常的 那再帶你休息一下 或者讓他考慮清楚 他會再捐贈給你 我們別放棄 這條臉一定會繼續帶給我的好運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一樣的 我相信你應該很清楚 從希望到絕望 得而復失的心情 之前說換肝給阿晴的,就是你嗎? 這個世界真是小 想不到我肝可以救你太太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是否在耍我們? 你別誤會 這是醫院的制度 讓病人家屬互相配對 可以增加成功的機會 我還是做了檢查之後 才會發現我肝,去到你太太的哥哥 既然你有心救人 幹嘛要改變主意? 我沒說到不及你太太 只不過我做每件事都需要有代價 那天我老公病發 你和張記者在現場出現 我相信絕對不是偶然 你和你老公勾結黑市器官集團 被人查有什麼奇怪的事? 我老公是需要援心 但是他對韓建義的事是無所知 他完全沒有做過犯法的事 從頭到尾都是我自把自圍 與他無關的事 如果你老公知道 一定不會同意你這麼做 我不需要他同意 張海, 我只需要他好好地生存下去 張海, 我們的心情應該是一樣的 不如我們合作吧 合作?你要我做什麼? 我現在的電話在CIP手上 裡面有我和韓建義通話罪證 我想你拿回給我 CIP夥計是冒著生命危險查的案件 我是不會出賣他們的 那…你太太就不會有我哥哥了? 你威脅我嗎? 犯法的事, 我最近做不少了 不爭就是你一件 我老公的情況有多差? 他的血型很罕見 正常亂後的話, 即是叫他等死 罕見義是我最後一條救命草 我一定要保住他 你老公的命是用別人的命換回來的 你包庇罕見義消雷法案 會害死更多人, 知道嗎? 我知道, 但是沒什麼 可以讓我老公的命更重要 我答應你 只要他做完手術 我會自首 舉報韓建義 到時就算要我坐一輩子的牢 我也已沒有犯過 你做到這樣, 值得嗎? 換轉是你 這是救女太太唯一的方法 你會怎樣? 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的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